弟兄姊妹平安 神的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 而若他们也失落了 那我们的救恩还有保障吗 神的话是否落了空了呢 而保罗回到了亚伯安的律子 按肉体生的不是后裔 按应许生的才是后裔 凡从亚伯安生的不都是后裔 也是玛丽不是 而唯有按应许生的 撒拉所生以撒才是后裔 换言之重点不是肉体 而是上帝的话语 犹太人与外邦人 犹太人他们凭着行为来求益 而他们就得不着神的怜悯 而外邦人因信就得着益 犹太人跌在西安的绊脚石上 而外邦信靠着不至蒙羞 难道神不公平吗 保罗提到了法老例子 神兴起法老彰显神的全能 是神的名传遍天下 而相反的神有权 怜悯恩待 不在乎人的定义奔跑 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有两种器皿 一种是卑贱的器皿 彰显神的愤怒全能 一种器皿是贵重的器皿 彰显神的丰盛荣耀 重点是不是肉体生的 而是上帝的应许而生的 才是神儿女 今天你我因信成为神儿女 我们要继续在心情当中 来认识神的话语 绝不落空 我们来祷告 呼救主 让我们信靠神的话 请来抓住神 成为贵重的器皿 彰显神奉顺的荣耀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